好 继续要为您介绍 已经成立了七年的流浪舞蹈剧团 推出他们今年度的新作 叫做展翅 明天起将在国家戏剧院演出 而这一处舞蹈剧 全部都是用台语对白 相当特别 闪亮的羽毛扇 亮天晶的小舞衣 还踩着三寸高跟鞋 往日秀场的康康舞表演 也搬上舞台 这一首探甲探甲自创曲 不只有华丽的演出 更要凸显出现代的舞者 在生存和艺术之间摆荡时 内心的矛盾和犹豫 这一部名为展翅的舞蹈剧 由成军七年的流浪舞蹈剧团推出 不但融入了康康舞 还找来金钟影帝吴彭凤 不时穿插着斗剧的台语对白 凸显出艺术工作者 得先求生存再求提升的无奈 这一处舞蹈剧之所以 选择全剧以台语来发音 兵舞家吴景涛说 就是为了和观众拉近距离 最简单的就是用台语来表现嘛 台语来都听着 也觉得比较清晨 那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是一个能够立足在台湾 然后放眼世界的一个舞团 那可是同时 第一个很重要的是 你要真的能够跟台湾的观众 能够有互动的关系 而负责去年高雄市运开幕式的 日本音乐家英景洪二 也将在现场以钢琴为舞者伴奏 我的主题一个是不玩 另外一个是就一个 对 力量的部分 坚持原创性也坚持要有台位 流浪舞蹈剧团希望以更活泼 更开放的舞蹈形式 让现代舞也能亚俗共赏 这里小朋友